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钟耀廷 昨天街头我们看到很多老旧的建筑 政府这几年大力推动都市更新计划 除了让大家住得更安全 就是要让城市的容貌升级 在今天我们请到住商气烟室经理徐嘉欣 嘉欣姐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在都市更新计划 有几个地方大家搞不太清楚 台湾大概有八成以上的住宅 都已经超过30年了 所以在这个居住的一个 无论是品质或者是安全上面 它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政府就会想要去做一些 我们所谓的大家常常耳熟认相 听到的都更的推动 那当然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也会纳闷就是说 我常常听到大家在讲都更 那又有听到有一个说法说 有建商来说 我们家好像做围老比较快 那到底都更跟围老之间 差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 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身边太多的朋友都说 他们家有机会可以都更了 大家都在等 对所以他看看 就是说透过这次的节目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机会 那当然其实我们简单的来说 我们先讲围老好了 那围老因为他是有时间性的 那简单说 就是说他在这个2027年的这个时候 他期待是有一个这个落日这样子 落日就是说不再推动 就停止了 就停止了 所以这几年来说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建商 如果去找老屋主谈 都会谈说我们走围老优先 因为围老有一些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围老他没有那个基地面积的限制 所以你不用等到你们隔壁洞 机车的邻居说 那好我们要都更了 那你就可以 你们家自己如果说 可能公寓10户OK了 那你们就可以自己来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重建 不怕盯着户 对不怕盯着户 所以其实他不论大小是 他最具有这个我们说是 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屋领是30年以上 那房子有一点就是居住上面的危险 那其实鉴定过之后 事实上就可以去申请 申请围老 那但是他的条件是要的比较严格 因为他没有基地面积限制 所以他希望你是百分百 全部的人都要同意在行 对 全部的人都要同意 那当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 因为围老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说是租税上的减免 然后另外来说的话 也为了要推动这个围老 政府有开快速通道 就是你去申请围老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顺利的 就是说你不用再审议啊等等等 然后你就其实是比较快 达成这个目标 时间可以缩短 对 那当然相较之下 有人会说那这样围老 那么方便我干嘛推动 对啊 对 可是你看哦 因为都更的话 他的这个时间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说 他再过几年之后他要落日 那另外来说的话呢 其实他的这个都更的这个部分上面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基地面积限制 就是1000平方米 大概300多平 那一整块有一个好处是说 未来你可能比如说 我们跟邻居一起整介 那我盖的房子会社区比较漂亮 然后我的管理费用不会这么高 最重要的是说 我比较不会盖出那种 比较奇怪的房子 因为像围老的时候 台北现在目前最小的基地的个案 只有20几平而已 可以想象吗 有 我那时候陪我的老师去看 他自己有喜欢一个案子 然后我就反正就陪他去看 看了之后我就大吃一鸡 因为他的基地面积就是20几平 然后他只有一个车位在一楼 那这也就算了 他是总共大概七层楼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是华夏的产品 对 他告诉你是双拼户 20几平还可以坐双拼 对 然后他的双拼户是电梯就在中间 然后一边是10出头瓶 11瓶 12瓶吧 另外一边是10瓶左右 所以其实你就会想象 你要的话就一定是得要两户一起买 然后不然的话其实住起来 不是那么样子的舒服 我们刚才聊 感觉很拥挤耶 对 他会 压迫 他会比你现在在市场面看到的套房都还要小 因为他还有公社 对 还有公社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宁愿不要等微老 那他就是他就是在要等都更的原因 各有优缺点 对 那当然其实因为他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啦 就是说他其实是就是希望你要有1%的一个同意啊 然后再来的话他会有一些标准 比如说1% 5%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那他最大缺点就是慢 除了住户之间的一个沟通之外 那他的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是在这个规划推动的送审的时程 其实非常的长 那当然他还有一个好处啦 就是他的容积奖励比一般的微老来的高 所以一般的微老 如果你加了绿建筑等等 大概是1.3倍 可是如果你的都更可以做到1.5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容积率的部分 对 因为其实有容积率是真的差蛮多的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就是很多人想要推这个都更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都更到底是什么啊 那都更其实我们一般来说都更有三个东西啦 但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就这两个 一个是叫做那个重建 一个叫做整建 那另外一个叫做维护 维护就是你家附近的公园花草那种 就稍微让他美化一下 那也是都更那个范围 那当然重建的部分 就是大家印象中拆掉重建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拆掉重建 我到底房价可以增值多少 我们东华南路上面有一个社区 然后它的它那个时候等于说是重建了之后 它的价格大概比它原来的价格多了三倍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精华地段 对那但是即便是就是说像我家附近我住文山区那边嘛 我家附近有一个就是社区 然后它那个社区是都更前后大概也差两倍的价格 所以几乎就是被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它的缺点就是说它的这个你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再来其实有很多人因为你房子变成新的你住不回来 因为我以前没有管理费啊 以前公寓没有一些其他的开销 没有一些其他的开销 但是你住不回来 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你的这个重建之后 因为你房子是新的你的房屋税会比较贵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他可能当初把这变成新的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所有的成本都增加了 对那当然因为你现在还有公社 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公社啊 所以就是实实在在 对那你如果说用以现在标准来说的话 你30坪送进去都根出来只剩21坪 其实差蛮多的 就至少差了一间房间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就是他在都根这个事情上面 他可能后来意外的怎么会就是差这么多的原因 那另外还有一种东西一种叫做整建 那整建的话其实简单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皮 我们常看到外墙做拉皮 对就是把旧的把外墙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楼 然后把他的这个外面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东区那附近有一个大楼 那他是整建前后大概房价也差了快一倍 所以光是整建价格就能够往上拉这么多 对因为他的大楼在整建的过程里面 然后我们大概是发现了 他是从外面 因为老的大楼大家最诟病就是漏水 他是从外面打进去 把你的防水层重新再做好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是整个大楼的瓷砖重新贴过等等 那所以那个如果大楼自己要花的话 我那时候问我们那个大楼他们几年前在做的时候 一户大概按照你的面积大概花到二三十万 那total的整个整理的拉完皮 大概整个大楼花了将近一亿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但是对房价上面是有帮助 所以好处是说因为很快 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的空间不会变小 管理质还是这么多 都还是原本的 对 那只是说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选择上面来说 大家是觉得房子旧 但是拉拉皮整理整理 觉得可以 或者是说真的曾经盖 那我可以说从前这个规划 但是有一些大楼他比较讲究 他会说那干脆这一次大家都愿意花钱了 我们不如就把外面的 从防水层里面打进去 然后可能电梯啦等等一系列 一次花钱把它做了一个更新 那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就是看 如果你跟你们的社区 跟就是大家形成一个共识 那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方式 好 这样子住起来你会觉得 不只是外面很漂亮 里面走进去也会觉得换人一心 对 因为他 我那时候看的那个社区很可爱 他不但是整理了外观 他顺便把门厅一起整理了 他2008年以前都拉皮了 然后他大概拉皮拉了差不多快 也快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时候房价就从90几 因为搭上了房价增值的列车 一涨涨到一百二三十 不在一个高点了 而且其实口碑都还不错 蛮让人羡慕的 我觉得蛮让人羡慕的 那当然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些年 因为很多的朋友在问 所以其实如果说社区预算可以 公司也都还OK的话 是可以考虑把房子去做一个整理 就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等到都更 其实你稍微整建一下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很多民众其实还是想要等都更 那都更其实他有不同的方式 对 因为都更的话有一种是一半 那有一种是建商来 那建商来是大家很多人很期待之后 而且如果你的建商是很棒的建商 不过谈一谈有的人反而就觉得没那么好 对 因为建商它有自己的成本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像我们那时候早期有一些建商 他为了跟你谈都更 他可以谈到什么 他可以谈到你这两年 去外面租房子的钱 也帮你付 然后有一些补偿 那甚至于就是他可能在选户别的时候 可能会给地主一些特殊的待遇 像我家附近的那个都更的案子 他最后是店面全部分给地主 哇 算是蛮大方的建商 对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商圈 可能人潮没有那么的多 那只是说我们实际上会问 因为很多人会问说 那我要自办还是我要合建 那因为如果我自办的话 就是我到时候分到的房子 我可以自己卖 然后那当然我分到自己卖 我也许可能会赚比较多 可是如果说我是跟建商合建的话 就中间我不用烦恼 可是最后我要分建商 那以台北来说的话 除非你的条件很优越 可以分到5 但是多数大概是64 或者是更少 因为营造的成本 然后再加上整理等等这些 甚至于到整个最后流程都弄好 那那个都是建商的成本 那他就会算在里面 所以我们大家可能会建议 来看几个部分 一个是说你到底决定要自己盖 还是要找建商一起合建 一个是你有没有资源 因为建筑业其实是有点难的 一个产业 所以你能不能够有资源 然后有没有验收 因为一般人自己找营造 其实没那么厉害 是 对 我们那时候就有看过 他们就是三家比价 然后比价完之后 找了一家最便宜的 然后房子盖好之后 左右两户门没有办法同时开 因为他会打刀 就是找便宜的建 找便宜的业者 可能就会有这种状态 那当然我们其实大概就是说 第一个啦 你可能从 你大概可以分到什么样的评数 那建商可能会把你的这个 房子的标的面积 然后他会把它换成一个权利的价值 然后再来回推算 你的这个应该分到多少 那所以其实如果说 你跟建商谈完之后 诶 平时好像还可以 那因为建商还有个好处 如果他是知名的建商 他会替你的案子加分 对 那大家会认建商 勿名而来 对 或勿名而来 那价钱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那另外来说从价值来看了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的这个案子 看起来你要自己盖 因为自己盖通常比较贵 那你自己盖好像划不大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 然后跟建商做 但是如果说 这建商要的太雄 那你们自己本身地段也还可以 然后可能住户里面也有人是懂的 对 那其实自己弄我觉得蛮好的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再评估这个房子的价值 因为很多的地主会觉得说 我有土地最大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土地最大 其实不一定 因为你一块布 你要加工成衣服才有价值 那所以建商做的是裁缝师的角度 那当然你可能看就是说 哎 我的坪数 那我的单价 然后我这个房子我未来盖起来 我的转手性好不好 是不是市场上面的主流 我们以前就有曾经遇过有地主 他就是坚持 坚持他一定要盖一个七八十坪的 大小的案子 因为他可能他自己也觉得 他自己住着才比较舒服 就殊不知等他那个案子 就是等他盖好之后房间还不出去 因为那不是市场上面主流的产品 所以这个是可能如果你在家里头 有机会可以谈更新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应该要 纳入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考虑 那很多人也想问 如果说我现在有建商要来找我谈都根 我应该要开始什么样的条件 对我自己是比较有利 而建商也能够接受 我觉得第一个你可能要看建商 过去在推案上面的经验 或他在整合上面的经验 那因为他通常推案跟整合的经验 会决定你们之后合作愉不愉快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建商这期的品牌有没有加分 如果说建商的品牌为你的房价加分的话 那这样的建商其实你可以由心考虑他 那会不会很多人有个疑问 如果是大品牌的建商 他们也会踩得比较硬会不会 会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些建商 他就是都根这么多年推了之后就心灰已论 所以可能如果说除非条件特别好了啦 不然的话他们有时候就算了 那只是说我觉得地主要注意的两个事情是说 第一个你所提供出去的土地 你自己跟你的这个部分的权利价值是多少 那就是说通常建商会自己找估价师来估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知道住户其实当然希望越多越好 所以这个部分上面也许你可以请到 就是估价师工会的一些大家觉得OK的估价师 也帮你协助评估这一块 那当然因为他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 可能就要让你们自己来去做一个军探 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后来会分到什么 那当然这个事情你可能要特别出去 早期有一种状况是说建商你30平出去 然后建商呢他就跟你说那他最后规划出来是豪宅 所以你就插的这个部分你去变成是说你要去找补他 就是我可能建商就会说那这样的话我就 你如果你要卖我就久折试驾收 那你如果说是你要跟我买的话 我就试驾算多少便宜你一点点卖给你 那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他就会变成比较 没有那么样子的保障到你自己的权益 所以其实我觉得分多少你分到什么 然后最后税费等等的一些支出 都要算进去 那因为现在有一些银行他其实是会去协助大家去做都更 那各县市政府其实因为政府在推 有这种所谓类似都更办公室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那人家说那都更办公室是不是都在建商面前 其实不是 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就是假装自己是民众打电话过去 然后因为那是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在家里头在跟建商谈这件事情 然后谈了之后然后我就说这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我把你打电话去那个政府独更办公室去问好了 过了之后那个小姐也很可爱 那小姐就跟我说这条件不合理啊 所以你就会 他帮你评估 对会帮你初步的评估 那甚至于就是提供你一些管道 让你能够比较不会瞎子摸箱 因为毕竟盖房子这不是一般人常有的经验 对所以你就透过这些工部门的一些资源上面的一个协助 提供你们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如果社区里面有建筑师啦 有律师啦 这一类的相关的专业人士 我觉得是应该要以重他们的一个专业 来为你们的社区谋取最好的福利 那有很多人就想说现在很多公社比必需的嘛 所以有一些健身房啊游泳池 常常就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啊 是那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你们在之前要沟通好 就是说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那当然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如果基地面积够大 住户户数够多的话 你虽然有这个公社比的这样子的压力 但是你其实不会感觉到 就是说它好像影响到你日常的一个 我们说是作息 那甚至于就是户数一多有这一类的一个设计 那它可能反而让你的一个房价跟居住品质会提升 所以其实终究还是回归一句 就是说你们的基地面积多大 位置的条件怎么样 经常提供给你们的这些规划 是不是你们用得上的 那这些大概都是可以去作为一些 评估的一个标准 台湾未处地震带加上现在老旧公寓多 你家的房子够安全吗 如果说你迟迟等不到都更 也许能够搭上伟老特快车 今天非常感谢佳心姐来跟大家分享 也谢谢您收看《雨前偷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订阅YouTube中间财经频道 有CTI小经地图样的帮我们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哦